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的是一片骂声 更难听一点就是干声连连 这一份名单的确跟名誉差距很远 而且让年轻人 让很多的新住民非常失望 大家这几天很气很气 不分区名单 不被社会大众接受 没有正确的反应 继承党员的心声 在18号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提出一个 更符合名义的名单 火力转开的 还有过去以温和出名的好龙兵 来一个山头意外团结 在对不分区的怒火里 吴主席却独独活在平行时空 从来没有这么公正公开过 不分区名单是出自一个人的吗 不是 是出自一个 一群人自己就随便决定吗 也不是 从来没有过这样公正公平 过去党魁都市睁总统大卫 吴敦毅在土真心化 自己进立院刚好而已 然而不分区这把火 延烧国民党整体选情 党内群起公知 吴主席是否一意孤行 登记日现分晓 谢谢大家 还没投票呢 先沉淀几天吧 咱们新闻综合报告